第三节工业革命在欧洲的扩展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 工业革命从其发源地英国 逐渐扩展到欧洲大陆和北美 从大西洋两岸 逐步深入到内陆 形成持续不断的辐射效应 在英国之后开始工业革命的国家 其工业化就不像英国那样 是一个自发的必然的过程 而受到更多的人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 政府常常在其中 扮演了推动工业化的角色 这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 工业革命进程各具特色 我们首先看一下法国 法国是欧洲大陆上 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 它的工业革命进程可谓一波三则 英国政府在工业革命开展之后 曾经严禁机器出口 但尽管如此 法国从18世纪80年代起 还是设法从英国偷运进来 珍泥机和蒸汽机 将其 并且将其应用到棉毛 纺织业中 建立起了最早的工厂 大革命爆发后 政局动荡 工业革命陷入停顿 在拿破仑帝国时期 政府采取了扶植工商业的政策 特别是在1806年宣布实行大陆封锁令 法国工业因此获得了初步的发展 在19世纪20年代后 法国的政局一度较为安定 战争创伤已得到恢复 而加之呢 这个时期 英国政府在1825年 废除了禁止机器输出和技工外流的法令 而且呢 英国工业资本家也集聚了大量的过剩资金 正在寻找投资场所 因此 法国获得了来自英国的资金与技术 工业有了规模更大的发展 在纺织部门 机械化程度提高 生铁煤产量急剧增加 机器制造业也在2030年代间初步建立起来 开始自行生产机器和蒸汽机 1830年 法国也开始建设铁路 在1840到60年间 法国的经济出现了强有力的增长 在1860年代 法国基本完成工业革命 它的工业生产达到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英国 但是呢 由于小农经济在国民经济中 仍然占据优势 小企业长期大量的存在 以及呢 存在一些其他不利的因素 法国工业革命 法国的工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德意志地区 由于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 在这里工业革命起步较晚 因为当时的德意志还缺乏进行工业革命的起码条件 所以它工厂呢 只是一种极个别的现象 到十九世纪初 拿破仑战争 客观上呢 打击了德意志地区的封建制度 普鲁士和其他各邦 又进行了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 特别是农暮制的改革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 德意志才初步具备了开展工业革命的前提 他的工业革命也是从 他的工业革命也是首先从棉坊职业开始的 但是呢 他的发展速度十分缓慢 当时民族的分裂 战乱不已 缺乏统一的国内市场 各邦 各一致各邦之间关税淋漓 交通落后 社会封闭 思想保守 这一切都阻碍了德意志的工业化进行 一八三四年 德意志地区呢 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 有十八个邦参加的德意志关税同盟 这样呢 使得德意志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 这对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意志地区的工业发展 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其中普鲁士是德意志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地区 一八三五年 普鲁士率先修建了德意志的第一条铁路 到1850年 铁路的里程呢就猛增到六千公里 到1860年代 铁路的长度接近于英国 以铁路建设为中心的交通运输革命 处于真正的先导地位 极大的促进了相关工业的发展 不过在德国工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呢 仍然是工厂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 农业人口仍然占了全国人口的70% 所以工业革命呢 在德意志地区还处于开始发动的阶段 还没有完成 我们看一下俄国的情况 大约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到四十年代 俄国才开始在工业革命的道路上艰难起步 俄国的工业革命 也是首先由棉纺之业发起的 从四十年代初开始 蒸汽机在生产中的使用了日益的广泛 1837年俄国建成了第一条铁路 全长27公里 到1842年又动工修建了连接彼得堡和 莫斯科之间的铁路 1851年呢正式的通车 俄国的工业革命呢 是在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农炉制存在的历史条件下 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与西欧先进国家相比 它的工业发展速度相对 它的工业发展速度极为缓慢 由于经济落后 俄国工业的微弱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依靠了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才获得的 特点 它的特点是 外国资本和技术呢起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呢 也使得俄国工业的利润外流 对本国资本的积累不利 而俄国工业革命另外一个特点是 各个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 它的工业生产呢 集中于欧洲部分 工业革命的浪潮不仅改变着大国的面貌 而且也席卷了欧洲的一些小国 西欧的比利时和中欧的内陆国家瑞士 这两个国家在工业革命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 比利时是一个靠海的国家 它与外界联系密切 特别是它与英国隔海相望 特别容易受到 容易受到英国先进技术的影响 早在19世纪初 从英国到比利时的企业家就已经创办起了纺织工厂 使得比利时的棉纺织业走上了机械化生产的道路 而与此同时 采煤业 钢铁业 铁路运输业也迅速的兴起 大概在19世纪的中叶 比利时已经成为欧洲大陆上 第一个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 它的钢铁产量超过了德意志地区 它的全国铁路网也基本建成 瑞士是一个中欧的内陆国家 它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 但是瑞士充分利用它所处的中立国 这一个特殊的国际地位 而又十分注重 吸收英国的先进技术和资金 因而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从19世纪初开始 瑞士的纺织 机械制造和铁路运输业 都已迅速发展起来 许多产品在国际上还享有声誉 如棉纺 丝绸 针织 机械 钟表等等 每年都有大量的出口 大约在19世纪中叶 瑞士也完成了工业革命 今年从19世纪后 中在市场上推出 大约在19世纪中叶